好,那我現在就拿蔡英文的那個總統專戶來查好了 那就查蔡英文 然後他的總統專戶,那這邊可以到首次,然後下載他的會計報告書 然後,我們直接用下載的好了 這邊CSV可以下載 然後下載完之後,解壓縮後 裡面就會有一個 這個是他的,他的incount 那我們就看他的incount裡面會有他 就哪些人捐給他,有公司跟個人 這個檔案應該蠻大的 好,那我現在就把 可以看到譬如說有個人捐贈,命名捐贈,或是企業捐贈 然後我現在想要 這玩正嗎? 欸,你怎麼變零星點了 喔,因為剛跳出來那個 剛回到上一頁時,他就回到那個沒有收訊的結果 好,那現在我們把這個incount 對,我們把這個incount 匯到Google示範表去 所以我們到Google示範表 然後不好意思,借我用一下 好,然後我們就匯入他 我匯入這個incount檔案,有5.9M,因為很多 就是總統,總統有沒有專入很多人捐錢 好,這個建議是不要勾起來,因為有時候他會把一些什麼民國的日期,或是 統編會轉成日期就會誤判,所以這個就建議不要勾 好,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這是所有的蔡英文的捐款 那麼我們現在只看那個企業捐 我幹嘛,東傑主任等一下 我們現在只看企業的,就是盈利事業的 我們不要看個人的 所以我現在先做這邊資料,然後建立篩選器 然後我只篩選銀翼事業 這些全部都清楚 好,所以這邊就是 所有的就是捐給蔡英文的企業 有哪些跟他的統一編號 那我在他右邊多加一欄 是他的那個行業 然後主要是因為我在那個公司 台灣公司只要有做一個功能 新功能 就是專門拿來查行業別的 用法是這樣子 就是我到剛剛的試算表這邊 然後我複製所有的同編 然後我到這邊 上面有個小工具 然後大量行業別查詢 然後在這邊貼上 然後空行都拿掉 然後第一行那個 兩位明天要拿掉 因為他這邊只能用統一編號而已 所以這個都拿掉 然後這時候按查詢 他就會幫我把這一些 統編的行業別 全部列在右邊 對,然後 因為有的公司行業別 可能有分紀多個 那如果只想要一個的話 可以這邊就是顯示第一個行業就好了 這樣子就只剩一個行業別 好,然後再把這些東西全部複製起來 然後複製 再回到剛剛的試算表 剛剛這個行業別這邊貼上 這樣子我們就成功找到 就是捐給蔡英文的那個 有哪些行業別了 然後再來我就可以用 樞紐分析 然後去計算 現在可以增加蘇紐分析 然後我的列我選行業別 就剛新增的行業別 對 然後我的值就選收入金額 收入金額 然後 剛剛金額這邊 對金額沒有被換成數字 所以我要把它格式換成數字一下 好 咦,為什麼沒有變 喔,這是count 要換成sum 是有便宜喔 為什麼按個沒傷力 我吃到太多了 他好像還是存的樣子 可能資料量太大了,所以他要花點時間處理 他沒存到,你剛才的修改 這邊 收入金額換成SUM 所以這樣我們就得到說各個行業捐給蔡英文的金額是多少 然後我這邊排序也依照這個金額排序 就可以知道說不動產 給蔡英文政治現金的金額是各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一千七百萬 所以就知道說 現在不動產業在政治現金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投資有價正確的行業是投資這金額 不會 對,所以用這個做法就可以大概知道 某一個候選人他的政治現金的比例是來自於哪些行業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對自己的選區立委 或什麼都可以做一樣的做法 好,是這樣 這個土木住宅什麼,卡塞北在一起可能不止 對啊,就是那種土木營建什麼的,那加起來 他可能用他來登記的那個小公司去建 不是有嗎? 比如說再寫一下他的官員 他的總政治現金 就是這個董事的官員 有比例 總政治現金 就是看比例 應該這邊全部加起來 對 這是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一億六千萬 嗯 那就是十分之一 這張是首次 首次就是選舉那個時候 因為後面只要有剩下的錢的話 後面還可以再花用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那都沒有收入了 那都只有支出而已 好,就這樣 好 謝謝